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迪先生 最近有很多人喜欢在家里养一些观赏鱼 或是在家里做一些小型的鱼菜共生 那不管是养鱼或做小型的鱼菜共生 你都需要一个完美的过滤系统 那事实上市面上有人在卖那种叫做水妖精 就是过滤这个鱼缸的 那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自己做的话也是非常好 那我们只要拿一个宝特瓶 再加一些K1再加一个打气机就可以了 要怎么做呢?我们请看我以下的影片好了 现在来为各位介绍K1消化瓶的制作 那我们准备了洛铁 还有一把剪刀 一个螺丝起子 还有一个美工刀 2000cc的宝特瓶 那我们这边还有生化泡棉 两条束线带 两个吸盘 还有一个不锈钢的配重环 那这边就是K1消化瓶材 这个是环植消化菌用的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找一个适当的瓶子 那苹果西达这种瓶身是还算平整 尽量找平整的 我觉得这个还算不错 那如果说你的水族箱没有那么大 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小的 这种500cc或是600cc的饮料水 那这个是我发现市面上最平整的一个水瓶 那它是新东洋制作的 那各位可以去市面上找找看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示范 首先你必须把这个瓶盖取下来 然后在里面钻四个 用落铁钻四个洞 那这四个洞就是为了将来我们这个水流 要从这边通过进入瓶身的 好那四个洞已经钻好了 那我们必须在这个瓶身钻一个孔 这个孔不需要钻太大 要符合我们的打气管 稍微紧一点这样才不会脱落 好那这个洞已经钻好了 那在这边有五个端点 五个端点各打一个洞 那这五个洞完成之后呢 你必须在这个瓶身的地方用美工刀 把它画十字形的一个切口 上下各画一个十字形的一个切口 那我们现在已经画好了 这个是十字形的切口 上下各一个 好那我们用这个洞铁 在十字形的切口的中心 跟它落个圆孔 那这个就是将来我们这个吸盘 要卡入的一个一个位置 你看我们现在把吸盘很容易的 透过这圆形的这个切口 就是可以把吸盘卡入了 那将来这吸盘就可以把瓶子 黏在这个水族箱的侧面上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这个瓶身的部分 那至于这个生化泡棉呢 你就是把它对折以后 在这个对折以后 在这个中心的位置 画一个十字的缺口 好 那将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保特瓶穿过这个 这个生化泡棉的缺口把它固定 好那我们冲过去以后 我们顺便把这个配重环卡上去 好再把这个杯盖锁起来 好那我们再来把它对折之后呢 先用这个螺丝起字 穿个孔 把它穿一个孔 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的束线带 把它束起来 两侧都是要穿一个孔 两侧都是要穿一个孔 这个束线带不要扎太紧 就是刚好就好了 好那这样的话 保特瓶就可以站住了 保特瓶我们可以随时可以取下来的 这可以随时取下来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K1装上去 那以后再把它锁起来 装这个K1要一点时间 因为这个洞口并不大 K1全部装进去了 这个大概有半瓶的一个混量 这是在里面滚动的话 效果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在一般的鱼缸呢 或是说我们鱼菜共生的时候 那养鱼的这个桶子里面 如果放两个消化瓶在里面 那可以帮助水的一个减化 那我们昨天制作好的K1消化瓶 经过一个晚上的泡水 那现在已经慢慢可以顺利滚动了 那左手边这一个呢 是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 所以它整个都滚动得很顺利 那我们新制作的呢 还有一部分的K1 还浮在上面 但是有将近八层都已经随着水流 而上下移动 那等一下我们会把它拿到我们 鱼菜共生的 养鱼箱里面 那看实际的一个情形 那各位可以看这个 两个K1的颜色有稍微的差异喔 因为新的比较白 然后经过一段的时间之后呢 消化菌已经慢慢附着在K1上了 所以它变成有一点 褐色的感觉 这个就是里面已经有消化菌附着了 那这边还没有 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会比较理想 好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已经组装好的消化菌 那这个消化菌 这个吸盘 我们可以把它粘在我们养鱼桶的墙壁上 当然有的养鱼桶有可能黏不住喔 黏不住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下面绑个重物 把它固定就好 画个砖块啊 或是铁块之类的 将它绑好就好了 那目前我们这个桶子里面 有装了两个消化菌 帮助我们做水处理 有时候 光是靠花泡链石里面的消化菌来做水处理 可能有能力上的不足 所以我们用这个K1消化菌来做一个补充 好 以上就是消化菌的一个使用方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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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